美国政府呢是在今天首度发布了这一个香港商业的警示 警告呢在北京实施了港版国安法还有反外国制裁法之后 美国企业在香港营运可能会面临到的商业啦财务或是法律上头的风险 包括了这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还有这个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 是联合发布了这项警示 提醒呢在香港营运或是遭到制裁单位有接触的美国企业 可能会面临有四大类的风险 包含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相关的风险 资讯隐私的风险 重要商业资讯透明与取得风险 还有呢和遭到制裁的中港人士或单位接触的风险 另外这份商业警示也警告说在港版国安法之下呢 北京还有香港当局有可能会利用扩大法律权限 从驻港企业或是个人身上搜集资料 来查看是不是有违反国安的情势 那么企业有可能会在没有搜索令的状况之下呢 遭到监控或是被要求把数据资料交给当局 由于美国呢已经对香港寄出了多种的制裁措施 商业警示也提醒 在没有取得官方许可之下 美国个人与实体不得已遭到制裁的单位 有特定的交易往来 为者恐怕会面临民事跟刑事的罚则 而另外呢美国也再次宣布制裁七名香港中联办的官员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 那么美国公民呢也被禁止和这些人往来 对此大陆外交部强硬的表示 将会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应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说三道四 横加干涉 美方应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视美方措施 做出坚决有力回应 美中之间的关系呢 全球关注双方的外交高层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 曾经是前往阿拉斯加召开了一场会议 此后美中几乎是没有高层级的面对面接触了 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美国的副国务卿雪曼 有机会在近期访问大陆 这个雪曼呢 下周将会展开他的亚洲行 会访问日本、南韩还有蒙古 那么有一位这个国务院的高官 就告诉路透社的记者说 雪曼呢其实是可以再挪出时间前往大陆访问的 这官员就表示说呢 我们在面对每一场的行程都是相当的努力 和个别国家确定一系列的安排 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和北京当局进行相关的安排 这名官员也坦言说呢 当前的美中关系深具挑战 但一直以来呢 华府对于和北京进行实质重要的交涉 都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看来呢如果一切安排就绪的话 这个副国务卿雪曼就有机会 在这一次的亚洲行最后一站访问大陆 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哦 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呢 对于这个新冠疫情的议员调查 因为缺乏了疫情最初 在大陆散播时的原始资料 面临阻碍 那么世卫领导的这个团队先前呢 曾经花费四个星期的时间 前往大陆和这些大陆的研究人员 在武汉市内还有周边的地区进行调查 然后呢今年的三月是发布了联合报告 指出这个病毒可能是从这个蝙蝠 透过了其他动物再传给人类 但是美国呢等部分国家 还有一些科学家呢 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 他们要求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尤其是要调查这个研究蝙蝠 位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那么世卫的计划呢 是要再次前往大陆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特别就要查看这个武汉一带的实验室 谭德塞呢也敦促陆方 要以透明和开放的态度 配合这个第二阶段的调查 他强调呢 排除实验室外泄导致疫情的这个假设 言之过早 毕竟实验意外很有可能会发生 对此大陆外交部也做出回应 你快来听他们双方的最新发言 我自己是科学技术 我自己是科学技术 我在科学技术 在科学技术发生了 它是普通的 我曾经看到它发生 我自己有错误 所以它能够发生 我们要求中国 能够透明和开放 而且能够合作 尤其是在疫情中的 我们要求在疫情中的 我们要求在疫情中的 中方在全球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溯源是科学问题 各方都应尊重科学家的意见 尊重科学的结论 不应政治化 那么这疫情都爆发了一年多了 还是有人不把它当一回事 在印尼有一名47岁的男子叫做马苏丁 他不相信有新冠病毒的存在 所以是故意到医院去吸确诊者呼吸出来的气体 结果染疫在7月13号的时候去世了 这名马苏丁他自称是一名神经治疗师 他说他可以治愈一般医生都不能治疗的病症 他还仿照这个漫画情节 像一些比较富有的病患 收取高额的诊治费 把这个钱拿来行善修路 据说在当地相当受到欢迎 今年4月中他带着朋友前往了一间医院 探视了确诊患者 不但在这个病床边有说有笑的 而且还直接凑过去大口吸入患者的呼气 影片曝光之后 大家发现他说 你看这个新冠病毒根本不存在 我没事明天我还可以去喝酒兜风 结果果然马苏丁染疫了 他的朋友表示呢上个星期去拜访马苏丁的时候 马苏丁就不断的抱怨说他发烧了也不舒服 想不到呢上个星期那次见面竟然也成了两人最后的一次相见 有网友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 认为这个马苏丁简直就是主动向死神来招手 留言感叹说也证明这个病毒是战胜了他的信仰 印尼现在有很多医师也分享了这段影片 要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您 感谢您的观看 来看 很久 感谢您的观看 来看 感谢观看